任务理部长以及各位长官请部长 好部长 委员好 部长你好 其实今天大家许多委员都已经提过了文宁院的事情 文宁院的事情 您觉得除了如果伊宁现在了解 因为昨天刚发生 事后的检讨可能还会陆陆续续进行 我们早上答应一个月 好 但是伊宁初步的这个了解跟建立 有哪些经验是政府可以学的 哪些经验可以 哪些教训是政府可以记取的 我想 这个当然我对细节没有那么了解 对 我说伊宁到目前为止 但是假如说中间有几个环节 比如说这些 这个王姓的 这两户人家 假如他在一个可以表达时间的时候 把讯息传给他 他可以表达意见的那个时间内 期间内把讯息传给他 讯息传给他 然后确定他很明显的表达是 他到底要参加还是不参加 他假如当初表达不参加 事实上不要画在那个区里面 今天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今天事实上那个地方是一个 一个环节必须要厘清的 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得到的这个 这个教训啊 那第二个当然里面我们也会去检讨说 今天是我把公文书寄出去就算了呢 还是你必须要对方有回调回来 还是对方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细节 我们都可以检讨的 非常简单说 您刚提到这部分细节也好 或是警方的这个执行的这个 这个态度也好 其实都是执行面的问题 对 其实你警方在那边因为跟群众长久对视 然后这个长时间对着他的情绪起来 所以他才会讲出那样的话 不发生在昨天的场合可能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场合 这都可以理解 这个如果你只是定位在执行层面的问题 应该定位就是我们可能警方在严正执法的时候 怎么样子不会动到情绪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是 第二个问题 您刚刚都一直提到执行层面的问题 可是整体的都庚条例 依您的了解 或是不理头初步的这个建立 有没有可以检讨的地方 我们都庚条例是每隔几年就会检讨 那是定期的致事检讨 定期的致事检讨 但是期间在执行施行的过程中 有发现一些有一些挚爱的地方 有发现到有一些 不为真完备的地方 是可以提出意见的 当然当然 比如说这次针对文明院 我们也会回去看看我们的 我们的都庚条例 有没有可能再让它更完备一些 外界认为说现在是有些漏洞 您觉得有没有漏洞 比如说 百分之多少 85以上还是百分之多少以上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划设的范围 怎么样来确认说 这个都庚的这些住户 或者这些民众 土地持有者 或者现居住在当地的人 他的意愿是清楚被表达 怎么样子才能够 才能够证明 或者才能够确认 这部分都可能在条文 或者在施行细则里面 有可以这个在改变的地方 如果签了到施行细则 营业署 认证部直接 直接修改施行细则 就可以了 如果是签了到这个 法条本身 条例的本身 要送到大院来 对啊 那现在被认为说有缺陷漏洞的地方 署长你可以告诉我 来 跟委员报告 请说 都庚条例是民国霸七年公告 总统公告 那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过 我记得是八次 八次的修改 对 因为都庚条例它 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是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那换句话说 都庚条例是 呃面对 呃每一个案例都 其实是常常在检讨的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 是常态性的检讨 对 那文明院当然是一个 呃到目前为止是蛮 可以讲是以前没有碰过的一个 新的 啊 案例 那这里面 当然是可以有很多 哪来 反映在都庚条例来检讨 修正的地方 那比如说 最多就是意愿表达是不是完整 对意愿表达的完整性 我们或者称它叫做资讯的这个透明度 这个这个是是个有必要我们再广泛一点的来检讨 那换句话说对于实施者或者是土地所有权人呃房屋所有权人他的权益能够受到更完整的保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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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当然检讨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哈 但是就是说呃都庚条例里面呃比如说在据呃换围的划定或者是审查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定比如说大部分人数必须要三分之二那土地跟这个房屋所有权他必须要五分之三或者是五分之四的比例同意才可以进行是这个是条例的规定对但是但是在实物的操作上几乎都是要求百分之百 我说实物啦吼那因为比如说举例这个如果王先他们的这个在在这个基地范围的中间 那换句话说王先如果意见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这个案子是绝对不可能通过也不可能成立 以现行的代表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一九十二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是在他们位置在中间然后他们清楚的表达意愿几乎不可能过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根据条例的精神在划是可以因为他已经达到那个比例 在实务在整个审查都要求委员或者是地方政府都会要求实施者一定要跟所有权人要达到某一个程度的协议他才会让他通过 我说实务面啦吼大部分都会这样 部长署长我跟你讲其实站在一个是非的一个屈指的是非的一个层次都市是需要更新 但是昨天的那样的一个活一个一个整个事件下来会让人家觉得有几点 民众会觉得我自己市区的土地是合法的土地合法的建物 今天你用一个都更条例怎么样让我一个一个而且化设的这个过程一会是有包括旁边的大厦一会是没有包括 一会是怎样所以让我经过这个不完备或是我认为不完备的这个过程 如果突然变成我必须拆除我合法原先居住而且我没有意愿参加都更的这个房子 而且必须被强制执行 这不是政府在征收土地要盖公共为了公益建设为了怎么样 这是这是为了所谓的市容或是怎么样的这些这群民众他们发起的 而且他会认为说这样他的权利受到委屈嘛 所以给人家给社会这个整个整个社会的感觉是这一部分他们认为说没有实现的马总统所所谓的 这个四个字叫居住正义 他会觉得这样 所以在执行层面来讲 我刚刚提过开中民意说都市是需要更新 但是这个执行的方式的确依照现行的法律来讲 这个存在的一些不完备的地方让民众觉得他的权益受损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执行的这个层次 政府将来因为这个事件他还会继续 就是说对于所谓公办或是政府主导的都更 或是让住户自己去主导的都更 这两个部分的比重以及推动的程序 将来政策上会有所改变吗 现在就是说如果以公办都更 其实我们是公社啦 就是这一个 比如说文林宴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画的一个范围 那这个政策上是目前为止是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那但是将来不会 因为这个发动权主要是在地方政府 对 但是我们会检讨 我是说发生了文林院这个事 上来要见了其背与否 可能会要更清楚一点 是 OK